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有新單元喔 Michelle 試給你看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不管用了哪個牌子的 夾睫毛器 睫毛就是夾不翹 雖然我自己接過睫毛 也很喜歡接過睫毛之後的效果 但是還是無法適應過渡期 還有必須每個禮拜都去補 實在覺得很麻煩 今天我想要一勞永逸 我自己在家燙睫毛 應該可以撐個一個月吧 好話不多說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使用任何產品之前 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產品 都必須要詳細的閱讀一下它的說明 注意事項這邊比較重要的幾個點 我來告訴大家 一是隱形眼鏡必須拿掉 二是如果有任何的眼疾的話 暫時不要使用 三是如果不小心藥劑跑到眼睛裡 用清水沖洗15分鐘 如果還有任何不適 就要請醫生看一下了 這一組燙睫毛的組合 是我在Amazon上面買的 價錢是20塊美金 連結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這是打開之後的樣子 好開完箱之後呢 我現在先去卸妝 卸完妝之後 我們就一起來燙睫毛 好各位我卸完妝回來了 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睫毛原本的樣子 步驟1 用4號清潔液 把睫毛用棉花清乾淨 步驟2 選擇適合自己眼型的矽膠 我選擇的是M號 依自己的眼寬長度 把矽膠剪成適合的大小 步驟3 矽膠塗上膠水 讓膠水稍微乾一點 黏性比較好 再貼上眼皮 這膠水應該跟黏假睫毛的膠水類似 步驟4 把膠水塗在黏在眼皮的矽膠上 步驟5 找一個輔助工具 把睫毛黏在矽膠上 這個步驟花最久的時間 要有點耐心慢慢黏 步驟6 睫毛都黏好之後 就準備上1號燙劑 用棉花棒仔細的上燙劑 步驟7 將睫毛用保鮮膜包起來增加熱度 利用保鮮膜將睫毛往上推一下固定 第一隻眼睛是整個眼睛包住 我發現因為熱 所以潮濕造成矽膠滑落 第二隻眼睛 試著只包住上眼皮睫毛的位置 這次就沒有矽膠滑落的問題 計時10分鐘 10分鐘後將保鮮膜移開 用Y型工具將燙劑梳開 慢慢梳整齊 步驟9 上固定液 再次包上保鮮膜 等待10分鐘 步驟10 取下保鮮膜和矽膠 用清潔液清理睫毛 最後一個步驟 上保養液 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是燙完睫毛的隔一天 給大家看一下起床睫毛的樣子 我燙完以後洗臉先不要讓睫毛沾到水 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也是用濕紙巾擦一下 可能今天晚上洗臉的時候才可以用水潑 我覺得這樣比較保險一點 但是說明書上是並沒有這樣說 我們等一下就來拍一下上妝的樣子 HELLO 大家上完妝囉 完妝的樣子 這個睫毛是完全沒有夾 也沒有擦睫毛膏的狀態下 我覺得燙完睫毛以後呢 睫毛感覺變得更濃密 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歡上睫毛膏 因為我很討厭卸睫毛膏 所以我就沒有上睫毛膏 但如果上睫毛膏 我覺得效果一定是更好 這樣子應該可以維持到一個月 我會繼續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還有臉書上面更新 就請大家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臉書 好我覺得燙睫毛這個活動 其實姐妹聚會啊 或是其實情侶之間可以互相幫忙燙 不要以為男生就不能燙睫毛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有睫毛倒叉的問題 我覺得燙睫毛也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這個產品呢滿分五顆星的話 我給他五顆星 好影片到了最後 最近有一些新朋友加入 謝謝大家讓我達到了500訂閱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的新單元Michelle試給你看 我會繼續試試看生活上有趣的事物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有什麼產品想要我試試看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好最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一個讚 還有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接收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因為今天早上拍了一些照片 所以有化妝 然後我化妝 我卸完妝以後再回來 我們再一起燙睫毛 怎麼能不能說呀 我們下集見 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